OK,同学们好,今天我们来谈谈不等式 不等式 所以不等式其实就是说那个式子是没有等号 OK,它不等于的 那么不等式通常有什么符号呢? 我们有大于等于嘛 还有就是小于等于嘛 当然我们还有大于 还有小于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不等于 OK,大致上会用这五个符号来组成的式子 那么称之为不等式 然后其实不等式通常我们要知道 怎么样运算 需要学习什么基础 我们必须要有一项的能力 有了一项能力 我们再搭配不等式 它的规则 且就可以行云流水的解这一系列的题目了 比方说给个立体 S加2 OK,这样子的一个不等式的话 它是属于不等式 因为没有等号 所以这边我只能解除大概S的可能性 所以 一项 如果说一项那个加减法的话 一项加减法 是加法移过来做减法的话 我们符号保持不变 符号的方向保持不变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计算S小于或者等于说6 OK,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S等于6的话 6加2是8 然后S小于6的话 用5加2是7 7是小于8的 其实是合理的 OK,我们把个可能性带入来检验的话 是合理的 然后我们学不等式 通常是要学那个数种 OK,数种 所以这一边是6 然后这个是10星点 因为还有包括这个6 包括6就10星点 然后趋向于那个 无穷小的可能性 都可以符合这一个不等式 都可以符合这个不等式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不等式 那么其实不等式跟我们的 普通的代数是怎么差别 比方说S加2等于8 S等于8解2 S等于6 所以S等于6的话就是说 那个S只有一个数值吧 它只能放6 只有当S等于6 6加2才等于8 只有当S等于6而已 所以这个就是普通代数式 跟那个不等式的差别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不等式还要玩什么游戏 比方说这个例子 所以我们其实也是用回之前学过的方法 分数的加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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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通分 分数加减法要通分 所以这边会是乘上3 这边也乘上3 然后这边缺少的 它分母缺少的材料是2 所以这边乘上2 然后这边2S也乘上2 然后这边我照样炒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抓个引算 我的总分母是6 然后3乘于S3S -2S乘于2 -4S 然后这一边是 4 然后可以演算地方的演算 好像说这边是同类像 同类像可以演算演算 你手上有三个S 然后边如果你要四个S 还欠一个S 所以如果到这一边的话 两层楼 两层楼 OK 两层楼 两层楼 我们之前学过了 就是最基本的基础 交叉成 所以交叉成的话 6乘上来 4乘上来 刚才我们认识了 加减法 一项不用换方向 乘除法 一项使用正数的素材 不用换方向 这边是正6乘过来 正4乘过来 所以不换方向 所以我们会得到的是 4乘于-S -4S 6乘于5 30 方向不变 OK 乘除法的一项 如果遇到正数 我们方向不变 但是当这一边 我乘除法一项 -4 30要除以-4 所以这边会换方向 所以这边可以越减就越减 因为双数双数 然后我们可以做成一个带分数 7-24 OK 所以这样子我们大概厘清了 其实在不等式这边 还有几个规则而已 然后这些规则的前提 都是普通的那个计算方式 我们会有一项 我们会有通分座的分式演算 然后我们也会有那个交叉成这样子的几个基础功夫 然后在这个不等式里面 我们会练习到就是 加减法的一项方向不变 加减法的一项方向不改变 然后乘除法遇到正数 乘除法是正数的一项不改变 但是我乘除法是 复数的一项 我们就要改变方向了 所以大致上是有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再给大家一个例子 最后一个例子吧 比方讲减4s 加上2分之s 然后这一边我给它 s 减2分之1 OK 大致上是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做这个不等式都可以 尽量就把位置数放在一个方向 如果这边是比较多的位置数 s的话我们就把s丢过来 左边 如果说的s在右边的行列比较多 可以把它左边的丢去右边的 后面有重操题目 这个转换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去看看变成这样子 这边是正s移过来 -s 所以我移动了个正负数的移向 是补换了个方向的 然后接着这边是有一个分数 我们就有通分可能性了 因为分数要做加减法要通分 我们先做这个简单的 你欠了4个s再欠一个s欠5个s 还得好隐藏分母1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分母2乘于2 然后我的分子也乘于2 所以-5s乘于2 -10s 然后加s 然后这边是个我的总分母 通分的结果 OK 我们这边两层楼等于两层楼 如果说我把那个负数丢在分子 OK 分母是个正2 所以正2乘过来 正2乘过来 就是说我们的方向不会变 因为我乘除法一项 只要是正2 正数的话我们不变 所以这一边的话 -10s加3s 所以接着我们要做 就是那个欠了10个s以后的一个s 你还掉个债务 其实还欠9个s 还欠9个s 然后接着的话 我要把这个负9乘于2 把这个负9 变成它是除以负9 OK 变成除以负9 所以我一向乘除法的关系 用到负数的话 换方向 然后负负得正 所以大致上其实这一边也看到了 它规则就是往这几个罢了 所以简单的一些不等式的运算的基础 就大概只有那几个规则 第一个 一向加减法 方向不改变 然后一向正数的乘除法 方向不改变 当你一向乘除法是用负数的话 我们就要换方向 三个规则 今天说明到此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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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待